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袁超 今天我们将通过咱们的视频 带领的大家一起去品尝一下 咱们贵州一种独特的酸奶 在此之前呢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手拿之物 这个东西估计北方老朋友若不小见 但是在南方 以及咱们的贵州 这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它的学名叫鱼心草 咱们贵州人亲切地称呼它为 折耳根 在贵州 折耳根有N种做法 它可以折耳根炒腊肉 凉拌折耳根 油炸折耳根 以及我们的蘸水里面 必须要放折耳根 那对于折耳根的爱 贵州人并不满足于此 咱们本地的奶叶 将折耳根和酸奶结合到了一起 发明了折耳根酸奶 当酸奶遇上折耳根 会产生什么样神奇的味觉反应 通过我们的镜头 将带你一起去体验 走你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折耳根酸奶的一个包装 这些包装全部都是由咱们的网友提供设计 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同事啊 他是河南的 我们让我们河南的这位同事来尝试一下这个JRM的生活 你平时吃酸奶油吗 怎么说呢 因为有接手 像我一道 我觉得他倒一小点啊 大家看一下 倒一小点 就一小点 但我就是说他必须要喝碗 一小点一小点 就是真的一小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颜色还是偏黄色里面有一些小颗粒 那个就是折耳根 然后我们那种同事 一而进 好吧 就是这么特意同事的吗 一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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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甜一点点 后是折耳根的那个是青山的 后面折耳根那楼有道路上来 然后这个折耳根还不是那边粉末式的 是里面有具体的那种小颗粒的折耳根 咱们河南的同事都能接受的折耳根酸奶 究竟他是怎么样将折耳根和酸奶更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也采访到了折耳根酸奶的研发团队 当然是前期做实验时候很多的 包括我们怎么采取多少的添加量 会让一个折耳根味道和酸奶的味道 是一个互相不冲突的融合起来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添加一些其他的辅料 来综合中间的一个味道的一个冲击 就好比我们家的海盐 其实也有它的一定的作用 刚开始喝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味道首先就是酸奶的味道 然后完了以后 折耳根的那种清香马上就涌了上来 个人觉得在这个折耳根酸奶里面 折耳根的味道不是那么的大 还是比较好喝 还是容易让人接受 这耳根这个东西 这个清洗这方面 在任何个地方没有 没有一套完善的一个清洗设施 这些设备呢 全都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摸索 一点点采购 现在我依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清洗这个折耳根 这是人员人员投入 再来就是说杀菌 因为杀菌的话呢 它是与折耳根这个不能进行热杀菌 它只有是一个冷杀菌的处理 那这冷杀菌呢 如何保证它冷杀菌的一个效果 一个杀菌效率 所以呢我们可能在前期 从清洗这段 一段一段的用这个无菌水 把里面的菌核素 尽量的给它稀释掉 最后再进行冷杀菌 冷杀菌才能投入到酸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